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让彼此之间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 如果台纽FTA这么样的振奋人心 那么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的两岸经贸协议 为什么又掀起涌卷风般的争议呢 马上总统他说 韩国对两岸服贸协议是非常的紧张 张中某眼中700磅的大猩猩3C集团背后的支持者 韩国政府到底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要紧张两岸服贸协议呢 不过在台湾却又引起反弹什么样的原因 今天节目带一起来关心 台湾跟纽西兰FTA渴望在这个星期三就要签署了 在纽西兰之后呢新加坡也快了吗 台湾服贸协议是不是发挥了推波助来的作用呢 大陆全国政协常委市营前副行长林毅福他说 服贸协议可以让台湾在20年之内 人均收入达到5万美金追上美国 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说 台湾服务的市场趋保和吸纳入气有限 大陆真的是在释放善意 而台湾人真的不用担心吗 马总统则表示两岸服贸协议让韩国很紧张 我们的对手韩国为什么紧张 到底又看到了些什么呢 好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中金院的院长 吴中书 吴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杨所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才院长您帮我介绍第二位来宾就杨所长 台经院六所所长杨家彦 杨所长你好 主持人院长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就先带大家来看到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的报道 也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 台湾跟纽线之间的ECA也就是FTA 那么有可能就要在这个星期三的前后要完成签署 那么在签署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台湾跟纽线这个FTA 是我们跟非邦交国所签订的第一个完整的自由贸易协议 那么渴望是对台湾的石化半导体钢铁跟电子零组件是受惠最大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纽线并没有强势的工业 所以在双方签了FTA之后呢 关税降到零的状况之下 我方的工业产品要出口到纽线 虽然对我们来说帮助就还蛮大的 不过我们首先呢就想要先请教下院长 先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我们跟纽西兰签计这个FTA之后 对于台湾来说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呢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想请教下院长 是 我们跟纽西兰的签约呢 就产业的特性来谈的话 纽西兰的工业并不强盛 它的主要的竞争力是在农业 那我们主要从纽西兰进口呢 也是以肉类 乳制品 以及水果 奇异果这些 台湾呢相对的在我们的工业产品 相对的竞争力非常好 所以两边洽谈的话 对台湾的工业产品会非常有帮忙 至于在农产品 虽然部分的肉类会有一些冲击 但我们的牛羊主要也是纽西兰 澳洲 现在是澳洲 纽西兰为主 所以对澳洲会影响比较大 对台湾是会部分影响 那水果呢因为差异性也蛮 因为奇异果我们并不生产 所以在这个整个冲击来讲 反而就负面是比较低 但是正面的提升作用是比较高 不过台湾跟纽西兰之间的金败往来 数字并不是很大 在去年来说呢总计是12亿美金 台湾对纽西兰是第15大的进口市场 是第12大的出口市场 所以针对这样的数字 我想要进步请教所长是 签了这个之后 对于我们的经济上面的帮助 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它有一个 直接的这个经贸的效益 也许像主持人刚才已经说了 没有那么显著 但是我觉得它有策略的价值 过去我们要签这个FTA 我们都想要找这个最关键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或日本 我们总是想美国跟日本签了 大家都会跟进 结果现在的策略其实刚好颠倒过来 我们找一个争议最小的 其实难度最低的 先来做一个范本出来 然后希望将来 后续如果有机会跟其他国家 继续签的话 它可以作为一个示范的一个范本 其实纽西兰跟我们在很多地方 事实上真的还蛮互补的 刚才院长讲过 我们从它 我们进口很多他们的农产品 我们出口一些工业制品 到它的这个地方去 其实我们投资纽西兰并不多 可是纽西兰投资到我们这边 比我们投资到它那边多 主要光是一个金融业 一个银行 其实基本上它的投资 就已经是比我们投资 到它那边多 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为什么说它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就是说 刚刚院长有提到 卤制品 特别是冷冻肉品的这个部分 它有非常显著的价格竞争优势 所以即使我们国内走这种 温体牛 温体肉品 这一类的这种策略 我们的成本还是高人家很多 因此我们在服务业 比如说餐饮 或者我们在这个食品业 我们都有一些成本不利的因素 不过这个我要讲的是 即使不签这个FTA或这个ECA 这些事情 这些市场竞争的这个残酷的这个现实 还是会发生 因此简单的说 其实台牛的这个ECA或FTA 简单的来说 它是一个相对难度比较低 整个问题比较单纯 因此把它作为一个示范性的一个 国外的这个 跟国外签订的这个经贸的协议 事实上它有它的策略价值 所以您刚才讲到示范性 是不是有点类似像那时候 韩国第一个签FTA的国家 是智利一样的这种意义 是因为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跟中国有签这个ECFA 那跟其他的国家 除了这种很经贸上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邦交国 也许有这个形式上的FTA 但是实质经贸意义并不大 所以这个算是相对而言 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 所以进一步想要请教院长 说刚才所长提到了 对我们来说呢 是一个有示范性的效果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战略考量 例如说为未来 我们很想要进到TPP 有可能是一个垫脚石之类的 战略上的思维 是这样子 一个国家在国际化的时候 像台湾的话 我们制造业的竞争性是蛮好的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服务业是比较有待升级 但我们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服务业 像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工作 因为在你在对外 除了实质的 例如像我们跟对岸前福茂 除了实质上的服务业的拓展以外 像你的服务业的相关法律规章也好 或者整个观念体制 都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在签订的时候 是逐步的在使自己经济体系转型 那就过去来讲 我们是最担心的是农业 在洽签的时候 都认为农业的冲击很大 像在跟大陆签订这些贸易协定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是刚开始 的确我们从中国大陆的逆差 光农业就三亿美金 可是可以看得到从2007年以来 这个贸易逆差 我讲农业的贸易逆差 就逐步在下罚 到了今年前5月 竟然变成挣2000多 就是2000万的贸易的顺差 美元的顺差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石斑鱼 或者是火龙果 或者像这些产品 都慢慢的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 那这个随着时间 你就可以看得到产业的竞争力 它是可以藉由这个贸易的这种竞争 或FTA的签订 是慢慢在提升 这也是我们台湾目前想勇敢的 不要走到国际法的一个策略 院长刚刚提到这一点 其实官方有印象 应该新闻画面常常会看到 很多的县市首长 就带了自己的一些农会的干部 大家带了地方上生产最有名的这些农产品 一起到对大陆的地方来进行行销 那么我们在这个台纽签了FTA之后 进步想要来看一下 台湾跟新加坡其实也在签 那么原本新闻在报的时候 一直都还以为说台新的进度会快于台纽 结果没想到最新出来的消息 反倒是台纽已经这个星期三要来签了 那么台新说是可能会在7月底了 当然最后还是要等到消息确定之后 大家才能够水落石出 所以进步想要请教他所长 为什么最后反倒是台新 比台纽的进度慢一点 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些中国因素在里头 我想我们对外签订的这些相关的协议 都有中国的因素在里头 那至于这个细节 为什么原本预期会比较快的 反而比较晚出来 这个可能要问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 不过其实我觉得台新的这个FTA或说ECA 我们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台湾跟新加坡 有太多互补互利的地方可以出现 我先讲一下可能的这个互补的几个重要的方向 我们台湾其实产业很强 根基深厚 特别制造业 新加坡这一点就非常羡慕我们 甚至其实新加坡在跟中国的连结上 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产业都能够像我们这样这么有基础 所以他确实在这些地方 他会很欣赏台湾的这个资源 很希望跟台湾合作 可是我们自己想想看 我们跟新加坡相比 我们在国际商贸上 我们在金融上 我们在国际连结上 我们都不如新加坡 所以我们跟新加坡的连结事实上 在这些我们比较不足的地方 反而他都会补强 而且新加坡也是被不少人视为是一个 前进这个东协市场的一个试点站 因此跟新加坡的这个合作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好处 如果跟中国相比的话 新加坡跟中国相比 它跟我们签订 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它的价格竞争 因为它的这个成本 事实上并不会像中国一样 具有相当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势 所以可以说 开个玩笑的讲 几乎是百利而无一害 在这个台新的这个签订上 这些协议的签订上 所以我们是很期待这样的这个协议 不过说到台新之间的签订 如果像所长所说的百利而无一害的话 进步向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吵的很多的就是福贸协议 有一说其实福贸协议最后的发展 例如说有没有可能在立法院逐条审议 都会变成台新的FTA签订的一个 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想要请教院长就是 到底现在两岸福贸协议 对于台新的FTA签订是不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的协定 包括这福贸协议 或将来要进一步继续谈的商品贸易协议来讲 都是各国关切的 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的产业的 现在的关联性 或是贸易的关联性非常密切 那中国大陆刚才我们杨所长提到 不可否认的 各国在签订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的因素 所以假设我们跟中国大陆 能够很正常的去贸易协定的签订的时候 其他国家估计必然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对刚才提到 我们叫台新来讲 进一步拓展到东协各国 甚至将来进一步拓展到TPP 这个就变得可能性非常的高 由于说在立法院 如果要进行两岸福贸协议的审查 是逐条来审划只要动一个字 就是全部都毁约了 是有到这样的程度吗 的确就契约的本身来讲 已经谈妥的契约 就牵涉到一种精神上的 是不能随便动它的字迹或划条的 但是将来我真的希望朝野能够比较 比较有智慧的 比较前瞻性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福贸协议 真的是关切到很多贸易协定的推动 尤其是将来我们进一步 不管RCEP或TPP 这个都是各国关切的焦点 假设我们在这边触礁的话 的确对我们台湾整体的国际法 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拿福贸协议 来跟台纽马上要签着FTA来作诈的相比 其实今天这消息出来 大家觉得还不错 可能是个好消息 不过怎么为什么福贸协议 一样都是讲市场要开放 福贸协议大家就很紧张 然后反弹声音就很大 在立法院说要逐条进行审议 就没有听到有人说要针对台纽的FTA 要来进行逐条声音 这中间天差地月差别这么大 想要请教所长 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如果是政治上的敏感性 我不是专家我不敢讲 如果就经济逻辑来看 有一点确实是会引起大家疑虑的地方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新兴经济体 它有非常明显的成本竞争的优势 因此对我们的厂商来讲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机会跟挑战 一方面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双向市场的开放 我们得到了很多机会 因此你可以想象那些做汽车品牌梦的 那些想要成立大的消费品品牌的 他们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市场 去发展去逐他们的梦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明显的做价格的差异化 对不对 做这个产品的品质 跟服务品质的差异化 它可能以内需市场为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内需市场又挤进了好多 成本上比你更有优势的这些竞争者 因此你有可能一不小心 你有可能会 日子会过得比以前苦 所以我觉得这事实上 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真相 它是一个M型化的走势 会有赢家 同时也会有输家 那这种在这种所谓的先进经济 先进经济国家 中高所得国家如果跟这种低所得 量体又特别大的国家签订的时候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负面的疑虑 那个也都要处理 那我想要提的就是说 其实像这一类的这种问题 因为涉及敏感 有些也许它很看好 也认为多了市场 他们可以施展拳脚 有些很担心自己小小的这块场域 有更多的竞争者进来 所以像这一类的谈判因为它很敏感 所以它就更需要事前充分的沟通 可是我认为我们事前的沟通 确实做得不好 以至于我们现在要事后逐条审 可是事后逐条审等于是 你当初跟人家签订的这些协定 如果你把内容更改的话 等于别人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这样的更改的结果 这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刚才所长特别在讲 如果今天拿两岸之间的经贸的 这些彼此的开放 跟其他国家来做比较很大的不同点 就是在经济上面的战略角度思维 是不大一样的 但另外一头 其实跟对岸要做任何互动 国人难免会害怕 就是有一些政治上面因素的考量 这个部分呢 在这次两岸服贸协议 就吵了很多的癥结点在这里 所以进步想要问一下院长 就是台湾现在对于中国大陆 这方面的考量 就是不管大陆做什么事情 可能背后都有些政治目的 会不会有点太扩大的去担心 或者实际上大家这样考量真的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这个的确好 这个两岸之间有政治上的这些一些互动 就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这种经验 这是大家都了解这种现象 但是不可否认的 大陆已经是台湾很重要的贸易复伴 而且我们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在那边琢磨 他不是说我现在在讨论说 我要开始或者是就是重新再establish 是已经很多台湾企业在那边深更发展 那我提一个观念 就会有一个资料显示 我们在2009年6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就实施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的投资许可办法 那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大概中国大陆来台投资的 有389件 那总共7亿美金 那平均的话每一件的这个带来的人数 大概0.6个台感 就每一件投资来讲 所以目前大概有300多个负责人 或他的经理人在台湾 那但是他在这么投资下来 他所雇用的劳工是6700多个劳工 那这次就告诉我们这服务业的品质 服务业是他要移动的 要素移动 不像投资这么样的方便 他到当地来 他事实上很多像餐饮或医疗或怎么样 他很多需要雇用到当地的一些劳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去解读 这个不是针对中国大陆或台湾 你看世界各国的这种贸易的前提 尤其是跟服务业相关的时候 你看不管大国跟小国 小国跟其他国家 都是有这种类似 所以可能不用把服务业当做一个 好像就是马上会发生很负面的 因为假设我的竞争力不如人家的时候 不用中国大陆来期待我们 其他的进而都会期待 因为我们要开放 我不可能对一个国家开放 对其他国家不开放 我讲一个小故事 就我一个朋友刚好在中国大陆某个地方 他做这个房子做得很好 尤其是那种滨海的这种别墅区 所以他是建筑业 建筑业 而且他像服务业 他大陆的很大的房地产 看到他经营得不错就来参观 你把你的营运的方案给我 我来怎么训练 帮我员工训练 他说不用 我把我最新的SOP给你 他的同仁就紧张 我们最新的SOP你这样交 就交给你 我那朋友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假设我的管理 我的营运方式 营运模式 他只是看了我的SOP就能够做得比我好 那我也该被市场淘汰 意思说他等他学费的时候 我已经又进步 因为我不断的在检播 另外的 他能够帮你推动 就是这种整个社区住宅 就是要这么高品质的管理跟维护 才是好的住宅 他帮你推动这种管理 假设你在这个领域 还是不断在进步的时候 你既然你一定就是继续在领先凹头 我想台湾的企业应该更有企图性 而且我们比较前瞻性来看这个发展 一方面台湾的企业应该要更有企图性 但是说真的 政府应该事先让大家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像这次福贸大家批评 你为什么事先不让大家有一些沟通的机会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就要来看一下 马安走总统现在准备下乡了 马上回来 两岸福贸习最近在台湾 这兴起了很多舆论上的批评 主要的原因就认为政府在事前 根本没有跟受到充值的产业来好好沟通 这回马总统准备要开始下乡了 时间从7月13号开始 第一站会来到大甲镇蓝宫那边 不过事实上在过去这个周末 他到云林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两岸福贸 他是拿蓝白拖来做个比喻 来看一下 我们瑞圆的同仁 这是第三次来瑞圆 第四次来瑞圆 这个是瑞圆 瑞圈对不起 总统马英九7号到云林县 瑞圈酱油工厂 与业者交换食品安全问题意见 几次喊错工厂名字 到了南投县举行肯托会 马英九用蓝白拖比喻两岸福贸协议 他说大陆蓝白拖一双29元比较薄 台湾至一双七八十块比较厚又结实 台湾走出去绝对利大于弊 两边市场不会互相竞争 请业者不必担心 时间再回到三号 台北市场郝龙斌 上海会见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对于少部分有争议的项目 四缓则缘 先消除疑虑以后 我们再来实施 郝龙斌以同理心 针对福贸在台湾引发的争议 建议国台办应该化解印刷 美容美法液疑虑后再来实施 不过张志军强调 大陆对台湾承诺开放八十项 都超过WTO规范 台湾应该将心比心 体会大陆的善意诚意 两岸应该互利共荣 大陆不可能百分之百 向台湾让利 张志军的说法 显现让利时代已经过去 两岸早晚得进入 有来有往的阶段 张志军今年三月 才接国台办主任 他认为福贸有些争议被政治化 因为双方互信不够 加上协议过程必须保密 才会造成台湾产业的疑虑 张志军也承认 少部分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过他相信 沉默的大多数台湾民众 应该能够理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先简单为大家整理 刚才在新闻画面 当然大家所听到的一些 关键的用字 例如说刚才我们看到 马英雄他就说了 福贸好像蓝白拖一般 他为什么这样比喻呢 他认为其实台湾的产业 或许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例如说呢 这大陆生产的蓝白拖 一双很便宜 不到30块钱 但可能你会发现非常薄 所以穿没两次就坏掉了 但台湾生产蓝白拖 一双七八十块钱 感受起来价格比较贵 但其实品质也比较好 所以认为两岸各拥有市场 希望产业界不要太过的焦虑 那么这个呢 作为他这个周末 开始呢 准备要来为这个两岸福贸 来下乡 7月13号开始下乡行程 这是他针对福贸 所提出来的一个蓝白拖的观点 而另外来看到 事实上大陆的官方 北京这边呢 一定也注意到 台湾最近舆论上的反应 对于两岸福贸 实际是非常的 这个很紧张 所以看到了是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刚才新闻当中有提到 他跟红冰见面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其实他认为台湾的服务业市场 已经非常饱和了 所以呢 对于大陆企业的吸纳度 是有限的 同时也希望台湾的民众 是将心比心 认为不可能对台湾 是百分之百的让利 因为本来呢 彼此自在台湾这个 经贸之间的开放的时候 就是我要让一些 你也要让一些 不可能全部都是我让 那么你都不让状况 在实物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首先呢 想要先请教一下所长 您刚才特别提到 这次引起了很多的反弹 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先没有做好沟通 我们看到马英九 现在准备要来沟通了 13号开始要去大雅正南宫 来开始下降 您觉得以现在政府速度 会不会太慢了 如果说今天真的很慢的话 他到底沟通的方向 放在哪里 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是 我觉得他是补救了 那我觉得单单的一个用语 蓝白托并不能适宜 因为我觉得现实的世界里面 有太多的实力 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拿我们隔壁的香港来看 香港其实回归中国大陆之后 它原先的很多产业 慢慢就跑到中国大陆 比如说它原先的制造业 现在就不见了 然后它原先是海运是世界第一 后来海运也不行了 海运世界第一 现在跑到上海 跑到广州去 但是它有办法 想办法再长出新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到空运 它就让自己升到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是 确实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今天如果我们做的东西是中国大陆 也能够做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马总统他是在讲说 我们如果可以有办法做差异化的话 我们不用担心 可是我觉得他一下乡之后 一定会有更了解实际状况的这些业者 会访问他 如果我们可以做差异化 我们有能力做差异化 政府可不可以保证 两边的竞争是公平的竞争 举例来讲 其实我们当初两岸加入WTO 彼此之间进去的门槛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很多行业 我们是完全开放 根本没有合资的限制 可是我们现在到中国大陆去 很多的服务业都还有合资的限制 甚至有些营业项目还是被禁止的 像这一类就表示说 其实这在竞争的立足点上不公平 请问这一类的问题 后续的政府怎么处理 非关税贸易障碍的这些问题 政府要不要去处理 还有如果真的有一些中小型的这种业者 他没有办法成功差异化 他被淘汰掉了 请问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想办法 让他转型或转业 他会衍生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 甚至还有 其实因为中国大陆具有成本的优势 我们现在如果慢慢M型化 我相信会有一群人 他的这个技术能力 或他的生产力不是特别高的 他的薪资绝对涨不动 因为他会被对方的这个薪资水准拉平 这些都是最现实的问题 马总统下乡之后 他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的幕僚团队就要帮助他 及早把这些问题该有的配套 该有的规划赶快规划出来 才有办法进一步让老百姓真的放心 所以昨天刚刚提到 其实很多台湾的业者都有类似的声音 就是我们不是怕竞争 我们怕的是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其实站在大陆的立场 会不会觉得我们给你的已经很多了 因为台湾的业者还是很担心说 我会碰到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好 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谈论 这一次的福茂协定 中国大陆承诺了80项 这80项是超WTO的协议的 就超过其他的国家的服务业的开放 但我们答应了64项 但是64项里面 27项早已经开放的 那其他的项目 有些是在WTO的时候 本来承诺就要开放 那有些是稍微超越WTO的部分 也已经是对很多外资 我们已经是开放 所以就这一次的开放的程度来看的话 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合资的里面 就是我们非金融业的部分 我们大概有65项 但他要求有盒子大概只有八项 就是有八项你一定要有盒子 其他的你可以独自或怎么样 所以就以目前的这种范畴来看 他的确是 实在是不太对称的 是他对我们比较优费 我们对他的不是那么的相对优费 所以由张先生来台的话 的确他是已经有浪力了 那第二个层面要讨论是 我们该不该期待 这种比较普遍性的浪力行为 我个人觉得站在长远的发展来讲 台湾的服务业的Quality 我们应该自己有信心 就是说没关系你来跟我竞争 假设你真的能够Quality 比我做得好 那我不只是你台湾 日本百货公司在台湾也很多 或者韩国的有些企业 或者其他的 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个国际的 这种竞争的锤炼 这样子台湾才能够持续 不断的在升华 所以在谈的时候 我觉得竞合的概念很重要 透过竞争又合作 大家来提升 两岸的老百姓都是受力 就是我享受到 比较好的服务或商品 那这种概念 将来不只是适用到中国大陆 而且是跟世界 我们还要跟RCEP 我们还要TPP 假设我很狭隘的 都希望是单边市场的开放 那我们可能 未来的展演性一定是很弱的 事实上我们除了看到张志军的说法之外 另外一位大陆高官 国家朋友也很熟悉的林毅夫 其实针对两岸服貌 他也有一些他的说法跟见解 林毅夫 他说他自己本身的家乡在台湾 所以对于台湾的未来 他也特别的关心 他说这服貌协议 能够让台湾20年之后 人均达到5万美元 现在大概是2万美元出头 20年之后 他说到了5万美元 就能够追上美国 但其实20年之后 美国数字应该也会超前更多 另外他说台湾应该要跟大陆整合 复制三星的经验 因为三星现在就考虑要把总部搬到大陆 不过说实在话 这可能让台湾民众看了之后会觉得更为担心 因为台湾民众害怕的就是连根都不在台湾了 而另外他认为过去的南向政策 那时候李登辉在94年提出来的南向政策 他说当时提了这个南向政策之后 其实是把台湾跟大陆经济整合的优势完全隔绝掉 他觉得非常可惜 同时他也说未来20年大陆经济成长将会维持在 这个8%的水准 所以认为台湾也应该要好好地把握大陆经济成长 看看能不能就此也为台湾带来一些好处 不过先来看一下他这样的说法 首先想要问一下所长 您觉得他的说法能够有多大说服力呢 我觉得他的经济学跟我学经济学可能不是同一套的 或者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我觉得他太过浪漫跟天真 而且太过把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 全部都压在这个所谓的凹棒的这个 这个海外的这个机会 他没有讲过有很多英镑的这个经济的活动 事实上对我们的这个就业跟所得的提升 同样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如果都靠凹棒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服务业 我们都到海外去投资 然后在当地创造了一些就业的这个机会 当然企业也获利了 可是这个获利如果要回到 对我们的GDP有贡献的话 它必须要跟台湾产生某种连结 那相反的 如果我们透过这样凹棒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反而同时去做很多 吸引这种外来的这种经济活动 能够发生在台湾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想 其实台湾这边可以创造多少价值 我们是可以做深层加工吗 还是我们可以做试点 我们可以做创新的这个总部 或者我们可以做人才的这个总部 我认为如果我们都把总部搬到中国大陆去 对台湾的经济 绝对不会像他想的那么浪漫 20年后我们就可以追上美国 但是如果我们两招一起用 有英镑的这个策略 也有凹棒的策略 这样也许我们有机会 可以摆脱现在闷经济的一个框架 能够走出一条新的一个景象出来 所以相对所长觉得林一夫的修法 有点过度浪漫 不晓得院长的看法有些样 我个人是不去猜测 所未来整个经济成长 说要达到什么的阶段 但就我是个人是期待是说 要一个证明就是豁唱其流 这种概念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香港新加坡 很多一流国家 他们也是到外投资很多 但是投资很多在互动的时候 上很多商机是彼此间带动起来的 不会说我去了好像就是 One Direction 很少企业会做这样 因为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风险的 它的风险可能是不同的风险 所以在企业的布局上面 它会有一个策略的规划 我是觉得说政府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门打开来 把这个领域拓展出来 因为就过去来讲 台湾最令人就是比较大的缺憾 就是它的skill不够 即使我有很好的发明 我很好的know how 对不起我的市场不够大 所以当大厂来的时候 我就帮你代工 帮你ODM 我就赚你那个微薄的制造 我没有办法去产生品牌 或者加值化 当你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市场在旁边 而且刚好在产业的这种 就是位阶来讲 我们比它高一点 有所突破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善用这个一个市场 当然各位我们要注意 中国大陆 即使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大厂 都已经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前行 不只是台湾 但这是国际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但并不代表说这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好像就我们会 刚才我同意杨书长讲话 你要的是当你有互动的时候 你怎么样培植国内的产业的后续发展 这样才能够使整体人很健康的去发展 不过我们说到这次两岸前福茂 虽然国内吵得很凶 但韩国很紧张 最起码马宗文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一下 韩国为什么紧张 他们到底在这中间 他们看到一些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马上回来 好 台湾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 我们每次都拿韩国作为我们的竞争目标 每次韩国跟哪个国家亲了FTA 那么在台湾就会造成很大的紧张 但这一次在台湾很不受到欢迎的两岸福茂协议 倒是让韩国非常紧张 不过我们首先想要先请教一下院长 就是到底韩国是在紧张什么 他是看到了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的确韩国是我们最可敬的竞争对手 也是我们彼此间观摩的一个对象 韩国在最近几年 它非常积极的在扩张它的FTA 跟其他国家FTA 它主要目的是希望拉大 它的竞争优势 因为你目前来讲国际供过于求的情况蛮严重的 大家的利润空间都是比较薄弱 你差个关税几% 那个是一个绝对的重要点 所以韩国是很努力在突破这一点 可是它比较很痛的就是 台湾在签FTA或是相关这些 的确是台湾也是跟它等于是取得领先优势 所以韩国人是相当的紧张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竞争力是不可服食的 它的经济成长在过去来讲 像欧美经济在过去年不好 你看它第一季的经济表现就不如台湾 所以我们两个事实上是面对相同的竞争环境 因为开放程度这么高 我只有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 任何在贸易上面的竞争优势的上市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除了两岸福贸之外 紧接着在年底说是要签这个货品贸易协议 想要请教所长 接下来货品贸易协议会不会面临到 跟这次福贸一样 国内这么样大的反弹 它跟福贸之间的一同之处有在哪里 其实现在接下来 因为ECFA原先第一次谈 那个叫早收清单 早收清单如果就货品贸易的这个部分的话 简单的说大家都觉得早收是前菜 真正的主菜才正要端上来 所以有很多主菜就是说台湾特别有竞争优势 那个东西如果一旦开放的话 台湾确实会显著的获得一些好处 但是对中国来讲 那个就是不一定 就是对他们来讲都是有这样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谈判 其实不见得会更容易 而且因为中国接下来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走势 看起来恐怕不是那么的乐观 所以我觉得要中国持续的 就是对台湾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浪力 我觉得那恐怕是有一点空想 不过我有点想提一下刚刚这个韩国的这个部分 韩国其实在我们前ECFA的时候 它是最早提出一个新名词叫做China 不是China plus Taiwan China plus Taiwan 我们台湾人一受鼓舞也说 不一定什么行业都把中国放来前面 也有可能某些领域可能是Taina 也许是台湾在前面 China在后面 但不管怎么样 它在叙述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国有中国的市场的优势 规模的优势 资源的优势 而台湾有相近于韩国的技术的优势 量产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优势 当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 它当然就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 不过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现实面 其实如果你不能够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你还是要走出自己的独特的价值 跟差异化的这个能力 你如果可以做中国大陆的这个同业 做不到的事的话 人家才有机会将来在某些领域跟你合作 如果你做的事都是他可以做的事的话 其实到后来直接是直接的对决式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China China或者是Tina 它都要立即在实际的实力上面 一定要彼此各自拥有不可取代对方 或差异化的这种实力 彼此之间才有合作的可能性 才有可能可以彼此互付 对 一加一大于二 不过刚才讲到的这个货品贸易协议 刚才所长特别讲了 可能未来这个协议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难度也相对比较高 不晓得院长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的确在货品贸易的协定 签设的范围很广 而且项目也多 在谈起来的话 所需要发挥之间是可想而知 可是我是觉得是这样 台湾跟大陆 两个已经是贸易往来挽救的 我很同意刚才杨所长提到的 你必须要所逆取 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习的无效安门 他跟他合作的佛伴已经是国际很多一流的 就是一线的这种国际的大厂 甚至很多know how 人员的这些素质都在大幅提升中 台商应该是扮演着就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我有些neach的东西 我结合它的规模的优势 或者一些其他的优势 我们来发展彼此间共融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说期待说对方再继续来让利 因为让利的东西让不久的 因为这个时候让可能对我来讲也不好 因为我就满足于这个短期的这个优势 我就不去提升 只要以这种又近又合的关系 来发挥台湾的竞争优势 我对台湾的企业家一直很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在各位可以看 我们只要这种中上阶层的这种制造业 他的佛伴都是世界各国的 他已经很熟悉于世界各场的拓展 业务的拓展或者是整个价值 所以假设能够跟中文大陆来讲的话 站在这种比较静和佛伴上面来发展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在长期的发展是很有帮助 尤其是把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到 其他像东协或其他进一步开发国家 不过刚才院长特别提到中国人力资源 现在也不像台湾过去所想象的那样 因为很多外国大企业进去之后 他们人力资源也逐步在提升 所以这次针对两岸福贸协议 有一个关于就业上面大的担心 认为会影响就业的 TB是我们今天做的民调 有高达71%的民众觉得 这个福贸协议就会影响台湾就业 认为不会的只有18% 可以想见民众有多么关心这个议题 但有一个说法是说 比较会影响的是服务业中低阶层的 这个劳工的就业 这说法一直被很多的专家学者 来做一个不一样想法的这个评论 另外一个说法是 其实会影响到是中高阶主管的就业环境 不晓得月老 你怎么看 我个人是觉得说服务业因为它占的 那个share很大 像台湾目前68% 所以大家认为说来了 影响我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一定会很严重 可是各位知道这一次我们开放主要是以批发业 并不是零售阶段 而且服务业有一个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我刚才提到我们2019年开放投资到现在 300多个大陆的干部来 就业人口6000多个人 都是台湾的本土的这些劳工 因为服务业你没有办法 我要离乡背景去把人家剪个头发 是不容易的 我在这边可以剪得很好 但是到大陆我要去 你说薪水高点 我要去住的问题 习惯的问题 市场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服务业它的移动并不像制造业 制造业它有时候资本去了设个厂 一个规模下去 它就可以生产甚至自动化 它不用到什么老公都可以生产 可是服务业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站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对自己服务业要有信心 因为台湾的你看餐厅里的 我们台湾进餐厅里 它的服务的那种品质 跟到中国大陆的品质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优势 就是很多细节包括到 shopping或什么这种服务 或者是你在design这些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有自己优势的时候 不要怕竞争 应该是让这个市场更加的成熟 黄文斌刚才我们有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 他说一句话叫做适缓则源 但另外有一种说法叫适缓则破 认为现在在全球这种 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之下 尤其中韩马上明年也要签FTA了 如果说你再缓的话 可能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了 不晓得所长认为 我们到底有没有缓的空间 签尤其跟大陆之间 这样经贸之间的开放 是不是实在是急迫的 我们完全不能够等待 我觉得就台湾的这个发展 什么事情都不要换 但是在谈判桌上 很多事情要换 你不可以压一个时间 就是压一个期限 你压了期限以后 你就几乎丧失了很多谈判的筹码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策略的运用 我觉得适缓则源还有很多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服务贸易它一开始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程序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在里面 所以刚签下去 其实你在量上面 你不会看到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值已经开始产生变化 所以未来的这个变化 会越来越显著 那我还是要讲 其实刚刚讲的 其实市场的开放一定有受害者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中高阶人才 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前一阵子很红的这个林志炫 他在台湾 请问他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今天这个这么会唱歌的人 一旦reach到中国的市场 他的市场价值可以增大多少 如果你是人才 你有创新你有创意 你根本不要担心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 那如果你没有技术的这个特殊性呢 你是非技术人才 或无技术的这个人才 你只是靠劳力的话 你怎么办 你可能会发现 事实上你的薪资可能不但涨不动 而且还在持续的下滑之中 因为你是nobody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市场开放之后一定是两样情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 另外一边的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 怎么样去用配套的方式 去避免它衍生一些社会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应该是郝龙斌先生 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在 可能政府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环节 是在这里 所以未来 不管我们现在签了福贸 年底要签这个货品贸易 或者马上要签的台纽的FTA 以及很快也要签的台信FTA 还有很多很多 台湾要跟国际其他经济体之间的 FTA的签订 在陆陆续续对我们来说 生活工作影响都非常的大 节目持续带你来关注 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现在提到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大家都非常关注 这未来的就业环境会恶化的更厉害 而提到失业问题 不晓得你知道 这全球的青年失业人口有多么的恐怖吗 因为根据经济学员的估算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居然达到了2.9亿 等于美国全国的人口 在欧洲状况也很严重 六百万青年失业 失业率高达了23% 这使得欧债风暴 有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现在大家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青年失业问题很严重的 还有最近国际新闻的焦点 就是埃及了 这一次的埃及政变 居然是由1400万名的 七年级生来群体造反 埃及除了要面对缺燃料 断电货币贬值 还有物价飙涨之苦之外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 国际信品机构 16次的调降了埃及的性贫 真的生活是苦不堪言 我们回头也要看一下 台湾的状况 年轻人的状况有比较好吗 这虽然总体失业率 降到了五年新低 来到4.06% 但是20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依旧有12.74% 这算在亚洲四小龙里头 排名在第一名 而且这薪知水准 还倒退了16年 我们从欧洲看到了埃及政变 这青年失业率高攀 是怎么样牵动全球政经变化呢 明天做定我的节目 带您深入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Focus全球新闻